我想說Coffee Buddy 好像還沒說 還沒說過 都提一下 什麼是Coffee Buddy 如果新人看了這段影片 就知道大概我們內容的怎樣 Coffee Buddy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說 中瓜都瓜中豆豆的 如果那個朋友 我想是中事業的 我就找一個朋友 他是想搞事業的 然後每個星期約他一個小時 喝一杯咖啡 不要太長一個小時最好 然後就去幫他 但是幫是怎樣呢 是幫到鐵地 你不是說 OK了 有喝咖啡一個小時 今天那星期到了 不是這樣 而是真的入獄的 就是 喂 你做了什麼 這個東西做了什麼 為什麼還沒做 行得通呢 行得通我會試其他樣子 而是真的幫那個人 是起到一個事業 就是這樣做的 行不行 這個就叫Coffee Buddy 這樣 好 我可以提問 老師 可以啊 是 這位可愛的同學你怎樣 是 我想問 對方一定要知道 日本法則才可以做Coffee Buddy 不用 只要英俊或美女都可以 是啊 當然不是 是 其實是最好的 譬如說 我叫Michael 我叫他來 因為 他的事業 如果我想他的事業好 為什麼這麼說 我不斷幫他的事業 其實誰的事業會最好 我 因為我在種種種種種子 但如果我想他的事業也好 其實我是需要教他 去種種種種子 所以我想通了 就不行了 我要逼Michael過來 當然逼Michael 當然有很多Michael 例如黃敏德 也是叫Michael 所以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要幫那個人 最好就是 他是這裡 如果他不是都可以 但他不是的話 你都要告訴他 其實他如果想 關係好 或者他想錢好 或者事好 他也要找人幫 因為那樣東西是這樣運動的 他不懂業管 有些難 對 如果他不懂業管 他也不懂事業 他就會用世界的方法 對 就是說他會用賭勝算的方法 即是怎樣去招生之路好些 怎樣去找客 可能做多兩個小時 這個就是 有方法以前 就是賭勝算的世界 那你便會有 conflict 我們自己走這套 然後他要用賭勝算 對不對 有啊 有啊 我們是自動人慾 人慾 人慾 好啦 我們第一課 這個preparation 就已經完成了 多謝我們來自美國的大導演 和我們現場的五十萬個導演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